讓我們今天在這邊一起聚集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已讀要怎麼回 趕快打字回 不然人家就會說你已讀不回 我不知道已讀怎麼回 但是後面我們就會提到 你已讀了你要怎麼回 今天我北京進入了 代將節的第四主日是什麼 我們上次是有稍微提到 怎麼又不能切呢 怎麼裝上去 真的不行 然後變一下魔術後面的魔術師 那個有切過去嗎 USB 還是你拿錯字這個給我會嗎 太關切了沒有 可以了 好 謝謝我們後面的魔術師 好 我們第四主日已經結束了 進入了什麼 愛人啟事 所以下個禮拜我們就要一起慶祝聖誕節 下禮拜是聯合禮拜 那下午還有一個聖誕慶祝會 那禮拜五有採接 所以都歡迎大家一起來參加 禮拜五晚上五點半就會預備包子 好 那我們可以先包住 那我們就一起去把福音傳出去 好 聖誕節 這是一個公司的布置 你看到的那紅紅的都是禮物盒 所以我不知道你有沒有去買禮物了 可是現在只要你上FB上面 你可以看到的都是聖誕節禮物 聖誕節禮物 甚至好多人都在流行什麼 交換禮物 所以聖誕節變成一個好像是禮物的節日 但是其實神也要給我們一個禮物 就是祂要給我們一個救恩的應許 大家都忙著慶祝聖誕節 但是聖誕節真的是這麼值得買禮物嗎 就買禮物嗎 還有我們會佈置得很漂亮嗎 這一點很值得我們去想 你看那麼多的燈 有一個研究指出美國一年聖誕節的 用的電燈的量 可以落後國家使用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如果我們把那種東西省下來 或許我覺得耶穌應該不需要到這麼的量 那男有需要 但是不需要到這麼的過程 所以我想聖誕節有好多是可以給我們 真的在帶醬的這個節起 你可以想一下 神的救恩在我們身上到底是要這麼歡樂而已 還是祂要帶給你的是另外一樣的祝福 快樂之後是不是就跟這個小朋友一樣的落寞 你的心裡真正的喜樂是什麼 我相信只有你自己最清楚 不是跟這個小孩這樣 喔Happy完之後 然後就只能帶著他的娃娃站在那邊 之前北京大學有一個女生 走九樓跳下來自殺 他在自殺之後 就是人家就從他的遺書裡面找到了他的遺書 他就左邊寫了我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右邊寫了我不能活下去的理由 你知道他左邊幾乎都是空白 他寫著說我找不到我可以活下去的理由 然後右邊全部都是寫滿 他說我為什麼要活著 活著的時候我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今天你找得到你活著的理由嗎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找到自己活著的理由 你常會覺得在這世上有盼望的前提 你常會覺得你是喜樂的 你不會覺得 你無時無刻都想說 反正遇到困難啊不然就怎麼樣 就去死一死 沒有 當你有理由有盼望你知道你生命中 神給你的答案是什麼的時候 你不會遇到什麼就想 反而就死一死說 因為我們每一個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都能找到你自己的那個答案 是從上帝而來 那個答案只有你知道 神說你要跟從我 我是世界的光 你去森林的時候 你看到光照下來的時候 你會覺得怎麼這麼美好 然後呢他說跟從我的 不走在黑暗裡 而是要在那個光亮裡面 你知道你永遠不會在那個恐懼裡面 你在黑暗裡面你會恐懼 你在黑暗裡面你會覺得無助 但是當你遇到神的光的時候 就算你落在黑暗裡面 神的光一樣要照亮 這是多麼大的祝福 這是神給我們的一個恩典 所以在聖誕節裡面 你有沒有抓緊這個盼望 神的應許是什麼 你要生跟瑪利亞說 你要生一個兒子 你要給他起你叫耶穌 因為要把百姓從最裡面拯救出來 所以你要在那個最深的黑暗裡面 神要把你救出來 你聖誕節有這種盼望嗎 沒有都沒有關係 但是盼望你從這個待將節裡面 你可以去找到聖誕節的盼望 你可以抓到這個應許 抓到這個真理 聖誕節不是去採接遊 有聖誕節慶祝一下 然後就過了 咻明年又準備過幸存 沒有 你在這個節日裡面你到底得著什麼 最近年輕人都在說一個什麼什麼的概念 如果把它套到聖誕裡面 什麼什麼的概念 一個預備的概念 今天戴將節提醒我們 你要有一個預備的概念 聖誕裡面有好多都是為我們預備的 耶和華以樂 我們家兒子會有我的腳 是不是神所預備的 是神所預備的 我為什麼叫祂以樂 是因為我本來懷孕就很不容易 所以你看我生了一個之後 就沒有再生第二個 其實我一直很想再生第二個 但是一直生不出來 所以我很感謝神 有了以樂 所以那時候我懷孕的時候 我就決定叫祂以樂 因為我知道是上帝 為了我預備 結婚之前我媽就一直跟我說 你一定不可以嫁現在這個 這個男生 因為他是獨子 然後他還有就是還有家 家裡還有很多狀況 所以我知道我背負的壓力非常大 然後我就一直跟神權 我一定要有一個孩子 謝謝神 讓我有了耶和華以樂 神不只會為我們每一個人 預備你所需要的 祂還應許你 有一天當你安然睡著之後 神要帶你去哪裡 祂早就為你預備一個天家 上帝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都為我們預備好了 那我問你 你為什麼不已預備了什麼東西 預備了聖誕節禮物嗎 還是預備了你的心 還是預備了什麼 我想有一件事情是等我們去想 今天如果有一個客人來到你們家的時候 你都做什麼事情呢 切水果 然後 最好的都拿出來 最好的都拿出來 答對了 最好的都拿出來 那今天神要來到我們的生命當中 你預備了什麼 客人要來 你要先知道說 他喜歡吃什麼 他喜歡聊什麼話題 然後他今天來你家的目的 那今天耶穌說 我要進入你的心耶 親愛的 你預備了什麼東西 亂操操 還是不知道怎麼預備 你今天有沒有成為一個預備主道路的人 你有沒有在你任何的狀況下面 都已經預備好你自己 迎接主耶穌再來 客人來你都這麼搞累了 那耶穌來你做了什麼事情 今天你要成為預備主道路的人 約翰是一個預備主道路的人 聖誕怎麼說 他說這個人來就是要怎麼樣 做見證 叫眾人可以信 聖誕裡面有好多次提到 有一個先知要來耶穌問耶穌做前面預備的道路 你是那個人嗎 耶穌要第二次載你 你是看到寶可夢就趕快跑的人 還是看到耶穌就趕快跑的人 盼望我們都成為一個看到耶穌就趕快往他直跑的那一個人 今天我們所讀的經文 他說約翰來 到約當的一代 宣講悔改的洗禮 使罪得赦免 正如以賽亞書所記載的 我們一起再唸一段這句話 我們一起再唸一段這句話好了 你有沒有預備好你自己 在這裡面 約翰說什麼 約翰說 哪有邪氣人都要看見神的救命 他在哪裡傳活改的訊息 曠野 他在曠野傳活改的訊息 今天我們要辦聖誕慶祝會 我們不知道要辦在哪裡 人最多的地方耶 可是曠野會有人嗎 可能一點點 我相信曠野在這裡面 其實他有一個很深的含義是 你在曠野你會遇到好多事情 他在曠野裡面可能沒有很多人 但是曠野提醒我們 那是一個預備的地方 在曠野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是一個有挑戰的地方 以色列人在曠野裡面 遇到了很辛苦的事情 他們沒得吃的時候 他們跑去跟摩西說 你帶我們來這裡做什麼 我們以前在那個地方 我們坐在火鍋旁邊 我們坐在肉鍋旁邊 我們想吃就有得吃 你帶我們來這裡餓死嗎 然後之後他們沒水喝 又跑去跟摩西說 我們的生畜跟我們自己都會咳死 他們跑去跟摩西抱怨 所以曠野是一個有挑戰的地方 可能你半夜就被野獸搖走了 可能半夜野獸就來攻擊你了 耶穌在曠野有沒有遇到挑戰 有 他被曠野帶到試探裡面 今天你可能說 我又不住在曠野 可是曠野也是一個靈性的概念 耶穌在曠野裡面得到什麼 撒旦怎麼試探他 我想我們可以轉到現在的樣子 他用什麼 你如果有石頭 我就可以把你變成麵包 撒旦送他什麼 萬能麵包機 麵包放進去就可以 麵粉放進去就可以變成麵包出來 可是他這一台更神奇 他可以石頭放進去就可以變成麵包 撒旦送他一台萬能麵包機 再來撒旦送他什麼 免費VIP旅券 你呢 周遊世界各國 你要花什麼就刷這張卡就好了 感覺就很好 有沒有 特別耶穌又是一個木匠出身的 他一定想說 就是這樣 大任後為什麼吸引人 因為我才讓我們厭制服對不對 VIP卡為什麼可以吸引人 因為讓我們生命得到大權 還受到什麼 魔術大權 你比是神的兒子 你從這邊跳掉去 你耳上一邊用什麼拖住 撒旦送他這三樣 萬能麵包機 VIP卡 魔術大權 如果是你 你要不要我成為全世界的魔術師 但是這些東西背後隱藏了什麼 這是大圓擺最近的一期的廣告 我上禮拜二千大圓擺 為了幫我小孩買東西 看到五千送五百 你是知道大圓擺 現在有那個十足底用券嗎 就是你五千送五百 五百一定是可以再去買所有的東西 對對對 然後呢 我就好想努力衝那五千塊 可是之後我走過去想說 欸他下面有小小的字寫什麼 兩百元十足底用券 三百元禮用券 十足是可以你完全底的 禮用券就是你一定要買一千塊 你才能再折一百 所以在每一件事情上面 撒旦跟你說 我要給你這個免費的VIP卡 有沒有給你什麼 對有沒有給你 有他跟耶穌說 你要把你的靈魂買給我 他給你麵包吃的時候 他說什麼 啊你要聽我的話啊 然後他給你魔術大權的時候要幹嘛 啊你要拜我為師啊 所以賞旦在給你任何東西的時候 他都告訴你 你背後呢一定要付出 神說你來跟從我 有要叫你付出什麼 沒有欸 要說你就必得著生命的光 所以今天在你的生命裡面 你要看見神的救恩 或者是你要在那個空腹裡面 我想曠野除了帶我們走出那個空腹 你是要在那個礦野裡面經歷神 約翰就是要帶所有的人 在礦野裡面經歷神 這是雅各他在礦野睡覺的時候 他夢見天使重想一下 起床的時候我們之前有說過 他說上帝在這裡 我竟然不及待 再來摩西也在礦野 看到那個分而不悔的 他也在礦野遇見神 以利亞呢 當他很傷心的時候 就躲在山洞裡面 他也在礦野 天使問他說 上帝問他說 以利亞你在這裡做什麼 他也在那個礦野裡面遇見神 以色列人也在礦野裡面經歷神 你在礦野裡面嗎 你在那個試探裡面嗎 盼望你在那裡面也經歷神了 再來約翰告訴我們什麼 你們應當悔改 你知道約翰說 他出來就說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這是約翰出來說的話 耶穌出來怎麼說 天國盡了你們應當悔改 所以我們應當悔改 是多麼重要的事情 你的生活是這樣嗎 猜猜猜看來當時你的 不是在電腦上睡著 不然就是很玉卒 然後早上六點起床 一臉很臭的樣子 再來呢玩戀動玩到睡著 然後呢壓力壓到不行 抱小白抱到 天啊如果不要生他出來抱多好 哈哈哈哈 下一回 你的生命裡面 現在是什麼狀況 我相信我們都很清楚 我們自己預備好了沒 在這個帶上結起 誰說你要去想看看 約翰為什麼要傳悔改的訊息 天國技能不是很好啊 幹嘛要悔改 因為他知道所有的人已經開始背向 走向那個不屬耶穌的道路 NASA在今年二月發布了一個公告 公告什麼 教裡面的科學家在簡報的時候 都不能提到耶穌兩個字 NASA裡面他們有一個敬拜團 所有是科學家組成的 所以我相信 神的很多的 今天我們都說科學家他一定不姓神 可是在NASA裡面他們有一個敬拜團 他們的公告說 你們從這一個二月二月幾號 我看一下 二月九號他們公布了一個訊息說 你們都不可以說耶穌在你們做簡報的時候 許多科學家都起來抗力 之後NASA為了這件事情 對這些科學家說對不起 抱歉 就又允許他們可以使用 今天我們這個世代裡面 已經有太多人不承認耶穌基督 我們都覺得我們自己很棒啊 怎麼會有耶穌基督 所以約翰那時候也是一樣 所有的人根本就沒有在乎這個信仰 耶穌是誰 他們不在乎 約翰說你們應當悔改 天果是個寬門還是個窄門 窄門 所以今天你要進那個窄門的時候 容易開嗎 我覺得應該不容易 我們有沒有預備好事情 我覺得那圖蠻感動的 他說無論罪惡 違戒痛苦或悠喪 都可以藉著耶穌基督 回到神的面前得到那醫治 所以在聖誕節 他望我們得到這個醫治 你就要得到這些應許了 好每一個三股都要填滿 你的生命翻轉了嗎 信耶穌之後 沒有耶 跟以前一樣 那我想你要回去好好的 再跟神建立更親密的關係 你到底有沒有在這個信仰裡面 體會到耶穌愛你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這本書 酷啦 我有一雙鋼鐵腳 這個女生叫做莊亞欽 他13歲那一年很調皮 就跟他的同學出去飆車 然後呢在他的人因為有酒駕 所以撞車之後火燒車了 想說有酒駕趕快跑 他就在那個火裡面一直被燒 被救出來之後 他汙泥了好像一個月 還兩個月才起來 他很後悔喔 他說為什麼耶穌要救他 因為他整個腳都沒有了 他就截肢了八次 然後呢 他截肢可能不止八次 他截肢了二十幾次 就是動手術動了二十幾次 然後他媽媽簽了兩次的截肢同一書 然後他的脖子也開到很多次 他出來之後 他必須要忍著那個燒燙傷的痛 我想可以問一下皮膚科醫師 但是我想你應該也自己有被燒燙過 那其實是很痛的 你又全身的時候其實是很難過的 在他還沒有全好的時候 他媽媽得到乳癌的默契 他說他開始要學著用那個 因為節肢了嘛 所以只剩下膝蓋 他需要用學著用膝蓋走路 去照顧他的媽媽 他說在那個最困苦裡面 他根本覺得他沒有辦法活 而且他覺得他沒有盼望 在那時候他們遇見主耶穌 讓他的生命得著改變 我們都比他幸運 是我們現在就遇見主 你得著改變 最後他現在長這個樣子 他現在都在賣屏洞 他都靠著這個成為他自己的幫助 那有人告訴他說 反正你之後不是去當乞丐 就是去賣財券 他說不要 他一定要為耶穌基督活出一個新的人生 所以當你認識神的時候 你那個所有一切不公平 覺得很有漏洞的 我相信神都要為你填滿 第二個 大三小三都要被削平 來看一下這張圖 這個人說了什麼 哪一句話照著鏡子 你自己有沒有覺得這樣子過 然後就自己心裡很驕傲 你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曾經在你的生命裡面 為什麼別人都這麼笨 而我卻這麼聰明呢 然後自己心裡又嘻笑了一下 神說沒有 我們大家都是平 我們今天怎麼看高度 一個人高不高 如果從聖經的角度裡面 不是從下往上看的 可是你要從馬槽的高度上看 你就知道 什麼叫做 神的榮耀 跟你自己怎麼活出這個生命 有一次呢 木迪說 他們參加一個聚會 大家都來這邊一起導報 同聲開口導報求報神 出去之後 木迪在他們握手的時候 他們跟木迪說了一句話 牧師啊 你知道嗎 現在我們臉上都在發光 因為我剛剛做了好多禱告 你知道木迪牧師會來他一句話 他說 摩西呢 在聖經裡面 他並不知道他自己的臉上已經發光 他在河列山下來的時候 他不知道他自己的臉發光 今天你是驕傲的嗎 盼望你回到神的面前 約翰他其實可以成為一個很驕傲的人 因為他是為主預備道路的人 他是見證耶穌基督的人 可是呢 他主耶穌出來之後 他還有一直站在耶穌前面說 欸我跟你說 沒有 約翰就隱退了 而且他要克服那個嫉妒 欸以前都在你的焦點上 現在耶穌來了在耶穌的身上 我相信約翰在這裡面是因為他有神的愛 再來彎彎曲曲的都要改為正直 約翰修路不用任何工具 他只需要神的愛在你的心裡 你的心裡有彎曲嗎 有一個故事到監獄所說 欸你們要悔改的請舉手 沒有人要舉手 大家都說我是被陷害的啊 啊我媽給我通報我就被關進來 啊不然就是我長得跟那個人太像啊 所以我不小心被抓進來 然後呢還有人說 啊我就是一直來頂罪的啊 所以我自己也沒什麼罪 你要不要給你自己一個重生的機會 神的愛要在你生命中彰形 一個重生的機會 我之前看到一篇文章 他寫說第一次復活就上手 我想說蛤 什麼叫做第一次復活 後來我們都會覺得復活是死了之後 然後第一次復活就上手 我想說我們還可以死了 然後又起來 然後又做見證說第一次復活就上手 沒有他是告訴我們 你的生命裡面有一次的復活 就是你的生命可以經歷那個更生那個復活 你有沒有自己在那個復活裡面 第一次就得到那個應許 神說你要給自己一個重生的機會 這個故事叫做劉銘河 他是香港那個我可以講 陳希惠的創始者 他以前是很愛吸毒的 然後之後認識主耶穌之後 他開始建立陳希惠 為了要引導你人的生命得到改變 是因為神使他彎彎曲曲的道路得到改變 你也可以得著 再來高低不平的都要變為平坦 這首歌大家都會唱 看到字就知道是像練歌 硬包 硬包 打到連性命 口筋跟包移 對 你的性假 我們都覺得這世界上好像有好多很多功能 你的生命在神的應許裡面都是功能 神看我們每一個人都功能 聖經裡面天使傳福音說 耶穌要誕生的是傳給誰 第一個告訴他是告訴誰 牧羊人 牧羊人你知道當時的地位是什麼嗎 是非常地位 大家都看不起 神竟然把這個大好的訊息 告訴那個地位是最低的 他不是告訴台灣的總統 也不是告訴誰 他是告訴那個地位最低的 地位最低一定想到 反正我這輩子就一直癢癢 可是沒有 耶穌告訴他 天使告訴他 耶穌要降臨的大好消息 使他們的故事就這樣流傳下來 今天你覺得上帝不公平嗎 沒有 所以已讀了 上帝這麼多訊息 你要怎麼回 我想個人心中都有答案 你不要讓上帝有一天告訴你說 你都已讀不回 這本聖經你們應該也讀了很多 你讀了要怎麼回 我相信我們的生命裡面都有答案 約翰看起來 很像一個 他不是一個最好的人 他也不是一個什麼神聖的人 他只為了耶穌基督做見證 聖經裡面怎麼說 他說耶穌怎麼承諒他 他說他是點早的明燈 你有沒有辦法成為點早的明燈 再來他說他是偉大的先知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夫人所生 沒有一個人搭過世絮 約翰 約翰剛剛站在神的面前 為神做見證的時候 神要給他最好的鼓勵 今天神也呼召我們每一個人出來 把你的生命擺在對的地方 做對的事情 為神做見證 我相信這是在代將節裡面 下個禮拜我真的就要進入聖誕節了 你有什麼感動 我相信神會告訴你們答案 那我們要一起來唱今天的回應詩 在製造之處 這段回應詩是經文 在製造之處神要把榮標過於神 他要把平安揮給他做十一年 我們一起起立 我們一起來唱這首歌 在製造之處 我新的歌 我現在唱這首歌 你在製造之處 我新手經文 也是天主 同時讚美耶穌最高的能量都會聚明 在遲到遲出我先向感恩 在遲到遲出我舉手擊敗 天使天舉同神讚美耶穌最大的能量都會聚明 在遲到遲出榮耀為余神 在遲到遲到為余祂所欺願的人 Hallelujah Hallelujah 天佩戎最大的能量 現在弟兄姐妹 你感受到聖誕節的感覺嗎 你真的有聖誕節的感覺在你的心裡面嗎 神的愛有在你的心裡面嗎 神的光有站在你的頭上嗎 還是現在還是不云密布 你的心現在開心嗎 喜樂嗎 還是有憂傷有擔心有憂愁 神說更寵物你就要得上聖誕 你多朝你的生命無望 你預備好你的家 你預備好你的心 給耶穌槍槍門的時候 你就打開耶穌裡來齁 你都不用說任何東西是趕快藏起來的 你的心很絕難打開 你常擔心 你預備好你的心 你預備好你的心 神說 平安要佛優 我們也把你寶寶佛優 我們也把你寶寶佛優 我們在一起的聖誕節 祂跡堂智罐 祂跡堂 聖誕堂 祂跡堂 聖誕堂 祂跡堂 聖誕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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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打敬唱歌 神聖光 祝贝鼓掌 慰一语声 贝鼓掌 悲于他刮心的一人 阿雷路雅 阿雷路雅 你得咬 未要一咬 這次開始要說 把風蕭吊 吊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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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你笑之間 未來 祂說 心得 禁道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你會熱 最高以榮耀 謝謝老爸 Hallelujah 我愛我們的天父爸爸 謝謝你 為了我們 把我們拯救出來 你讓你的獨生愛子 來到這個世界上 主你為耶穌基督 我們的生命要得到翻轉 我們那個 心裡有缺的 我們的心裡有空洞的 我們的心裡有缺口的 神讓你的愛 就要來摸著我們每一個人 神讓你要使我們驕傲的人 我們總把自己覺得自己好棒的人 神就會順便我們 主我們要在你面前 預備你的道路 而不是站在你前面 一直在那邊跳舞 在那邊顯示我們自己有多棒 神讓我們要回轉向 我們的生命要得到改變 主願你的手摸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心 抑制我們內心的傷痛 抑制我們內心的不平 抑制我們內心 我們如果有苦獨的上帝 我們有空洞的上帝 就能覺得愛就領到我們 然後我們慢慢的 苦往自己的把它鬆開 我們要自由的來到神的面前 我們要得到你做人 我們要看見神的榮耀 彰顯在這個地面 天父我們要把所有的弟兄姐妹 叫做在你的手中 我們要在這個節期裡面 預備我們自己 我們要敞開我們的心胸迎接 耶穌基督來到我們的心 來到我們的家 盼望我們在這個 安靜的季節裡面 我們能付出愛 我們能傳福音 祝福我們 在聖誕節期 都恩禮受滿滿天祢的愛 謝謝主耶穌 我們在祷告 都是公願送基督聖禮 對 怎麼說 對 怎麼說